这是田径史上最伟大的女子万米对决 在这场比赛中 冠军得主打破了王军霞 尘封23年的历史记录 前四名的成绩 刷爆了历史排名 除了王军霞当年的成绩 屈居第二以外 这场比赛前四名的成绩 在历史排名中分列第一 第三第四和第五位 抛开最强四人组 其他多名选手的表现也非常惊艳 八人打破国家记录 十八人刷新个人生涯最佳成绩 几乎每名选手都在这场比赛中 迸发出了强劲的能量 第一名的阿亚娜 直接套了最后一名选手五圈 简直是变态到了极致 由于往届的奥运会万米比赛 大都是在炎热的天气条件下进行 这次阴天凉爽的气候背景 让选手们获得了全力发挥的良好机会 比赛开始后 肯尼亚选手阿普罗特率先出击 他在一公里时拉开了和其他选手的差距 为了避免被拉开 身后几位顶级高手也紧紧跟随 由八人组成的第一集团开始慢慢显现 或许正是这种混乱激进的开局 让比赛进入了癫狂的破纪录模式 整个前半程阿普罗特都表现得惊为天人 5000米用时14分46秒 比他在5000米比赛的个人PB还要快30秒 这样的恐怖表现不由让人担心 接下来他是不是有体力去维持这种高水准的发挥 果然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半程过后 阿普罗特见路皮态 而身后的埃塞俄比亚小将阿亚纳突然提速 迅速抢走了第一名的位置 另一名肯尼亚选手切鲁约特也跟了上来 排在了第二位 阿普罗特则排在了第三位 从5000米到6000米时 阿亚纳跑出了最疯狂的表现 他的急速狂奔开始拉开差距 取得了明显的领先优势 1000米用时2分49秒93 这让身后的切鲁约特都直呼跟不住了 只能全力保住第二的位置 而最后1000米冲刺 变成了迪巴巴和阿普罗特的拉锯战 最终 阿亚纳以29分17秒45的成绩 摘下了女子万米金牌 打破了王军霞尘封23年之久的世界纪录 而且他直接将记录提升了14秒多 第二名的切鲁约特以29分32秒53获得银牌 成为了历史第三好的成绩 也打破了肯尼亚的国家记录 前两届奥运冠军迪巴巴 则以29分42秒56摘得铜牌 刷新了个人生涯最好成绩 阿普罗特拿到了第四名 也是历史第五好的女子万米成绩 1993年 东方神鹿在第七届全运会上 跑出了29分31秒78的优异成绩 但如果他和阿亚纳可以隔空对战 阿亚纳凭借14秒的优势 大约可以甩开王军霞接近100米的距离 这样的突破 让人难以置信 被问及自己的记录被打破是什么心情时 王军霞回应说 感谢记录被打破 这证明了20多年前我所完成的并不是神话 证明我是有这个能力跑这么快的